开动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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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 开动威士忌 这位是我们的主厨 Claudie 我来的马云比亚亚图的 今天我们要准备的是 很适合炎热夏天的甜点 草莓提拉米苏 先从洗和切草莓着手 别担心 如果家里没有草莓 也可以找其他水果代替 首先把四个蛋黄和蛋白分开 夏天的热浪来袭 Timmie受不了 他找到了一个阴凉的衣柜躲起来睡无觉 这时候加60克的糖 在四个蛋黄中 并在锅里均匀地搅拌 多绿豆腐 倒250毫升的鲜奶油在另一个碗内 把鲜奶油搅拌到电硬起泡为止 然后在鲜奶油里加30克的香草糖 这时把250克的意大利软乳酪 Mascarpone加到之前准备好的蛋黄液中 以手工慢慢和匀 看来Timmy睡醒了 这下子我们要准备把鲜奶油倒入意大利软乳酪跟蛋黄液中 也是用手工搅拌 准备草莓提拉米苏的步骤 先把手指饼干折成小段放在玻璃容器里做底部 然后加上鲜奶油层 再铺上第二层的手指饼干 在第二层的手指饼干上面 加少许的草莓果汁和新鲜的草莓 盖上鲜奶油 盖上鲜奶油在新鲜草莓上 重复这个步骤直到玻璃容器盛满为止 最后在提拉米苏上面 放上新鲜的草莓和薄荷叶 看来提米比起草莓提拉米苏更爱火腿片 没关系 这次的提拉米苏是留给我们的 想知道下一集的餐点吗 对开灯威斯卡有兴趣的朋友们 请在Facebook上面给我们一个赞 或者是Follow我们在Twitter上的最新消息